我們有超過二十個案件 涉及到本土恐怖主義的 有炸彈的 有真槍實彈的 而且我們有一個案件 有一個步槍 這個步槍叫美國拉西維加西 其實很少受害人的 超過五十個人死亡的 所以香港我們收獲的槍枝也好 爆炸品也好 很多都是外國恐怖主義用來犯案的 所以這個更重要性就是讓老百姓明白 我們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有一些個別的極端分子 如果他的思想被激化了 變成外國的利己也有 這是孤狼式的一些恐怖活動 這個是一個風險 但是我對我們香港的基督部隊 也非常有信心 你看到我們最壞的19到20年的時候 我們超過二十個案件都是涉及到恐怖主義的 但是警隊都能在他們案發前已經把它挖解 不然的話香港真的很痛苦的 你要看到大量的人會死亡的 我們在一個案件裡面 起到的有十公斤的加藥 另外我們有TATP這個加藥 這個加藥是軍事加藥以外的最強烈的加藥 在恐怖世界的叫他的撒旦之母 所以你知道他的危害性是怎麼樣的 但是香港警隊是真的有個高效的 他們的情報工作做的真的很到位 而且他們也很專業 都花解了我們這個二十多個案件裡面的 對香港可能帶來的風險